嘴斜 手腳無力 通常是單側的 再加上說講話來的不清楚 face arm peach 發作的時間我們要有一個明確的記錄 當然這個東西是我們在國語或是在華語上面所說的 其實在2019年的時候 台南市政府自己有做一些宣導 我覺得這個可能會比較符合我們日常生活上面 騎老們在講的就是 水外操在走路腳歪歪 這個東西我們家當然是說腦中風 不是說喔 在臨床上面我們常常看到說 白天我們的習大人 就在家裡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他就覺得喔那我好 我這樣子不方便 那我的家人又在外面工作 那這樣子我是不是等到晚上 家人回家了之後 我再叫他 我才叫他說OK 沒怪怪 就好 但是我們要知道 中風的timing是非常重要 中風的時間是非常重要 中風的時間就可以影響到他 未來的能夠接受什麼治療 以及說他的癒後 所以說要跟大家瞭解 就是time是很重要的 時間是很重要的 有發生的話 就要趕快打119 送1 就進一步的檢查 為什麼時間這麼重要呢 是因為這兩個圖 左邊的話 是我們的腦血栓的溶解劑 這是一個靜脈注射的溶解劑 那在中風後的3個小時 或者4.5小時內都可以接受注射 目前健保的話是3到4.5小時 在特定的情況下面的話 可以自費施打 3個小時以內的話 如果沒有其他經濟症的話 是健保可以施打的 那打了之後的話 可以增加3分之1的中風 癒後的良好的情況 增加3分之1進步的情況 那右邊的話是 比較更 更 侵入性的治療 右邊的話是直接去把 腦部的血栓去拉出來 那左邊是我們靜脈的溶酸 右邊的話是我們動脈的血栓 那動脈血栓的話 肩膀上面也有它相對應的適應症 包括中風的嚴重程度 都要達到幾分以上 以及說在影像上面 證實所有大血管的阻塞 那但是這兩者到底能不能使用 最大的關鍵還是在於說 發作當下有沒有趕快來到醫院 如果說發作當下 就覺得說我們在家裡先休息看看好了 有人發作了覺得說 你應該是太疼的 然後先去睡覺 隔天早上發現 怎麼還是不會動才送過來 那這個時間上面可能就會有所delay 那接受治療之後 就算可以接受治療 它的效果一定也沒有當 剛剛發生馬上發現馬上處理 馬上治療來的效果來得好 那就對了 好 那